光复乡阿罗隆部落地处偏僻成为萧小下手的目标 光是社区内土地公庙就连续被偷了三次 族人信众不堪其扰 特别向现议员蔡一静成型反应要设置监视器 获得议会及县政府支持 下午现议员蔡一静也会同警察局的人员到现场会刊设置地点 要共同守护部落治安 不论是部落外围的路口 部落住宅区道路还是193县道偏僻处 部落族人带领现议员蔡一静 以及陷阱局人员 逐一勘察设置监视器的理想位置 准备为部落布设安全三角网 让萧小无所任性 光会向阿罗隆部落地处偏僻 窃案平传 尤其社区内的土地公庙接连三次召窃 令族人信众人心惶惶 特别向县议员蔡一静诚情反应 希望能够改善部落社区的治安 希望说这一次的他们的帮忙 不要再有个第四次的问题 县议员蔡一静就任以来也高度关注部落社区的安全 透过县议会同仁向县政府建议 从寿丰箱到凤林镇北林 以及台九县等主要交通要道的路口监视器 都已建置完成 这一次面对阿鲁龙部落族人的忧困 县议员才已经一不容辞的全力来帮忙解决 那这一次总共在我们这个阿鲁龙部落这边呢 我们总共把整个范围区内 可以去装设的监视器的部分都经过了设计规划 那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再次的跟族人做确认 那我们期望就是在现在把这个部落这区域的监视器装置起来之后呢 我们在193县的部分 目前有警察局这边也有装设了一些那个暴散灯警示的效果 但是我还是强烈的在呼吁也要争取 希望我们的中央还有我们的县府一起共同努力 我们在193县上面的监视器的部分 也可以来完整的来把它设置完善 县议员才已经会同县警察局业务承办人员 以及村长郑金宝部落族人 在部落绕绕了一圈 也会看几处理想的设置地点 几经讨论交还意见最终达成共识 县议员才已经感谢县政府县议会 以及陷阱局的支持协助 会看结束后也将尽快设置监视器等设置设备 守护部落的安全也让族人住得心安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